高温亦中暑人群,年老体肉,婴幼儿,肥胖人群,孕妇,产妇以及糖尿病,假抗的慢性病患者亦引起中暑,除此之外睡眠不足,营养不良,过度疾劳食饮亦引起中暑,又因,主要是对高温环境的适应能力不足,所谓的高温指的是气温32度,湿度60%,高温中暑可分为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, 其中,轻症中暑可表现为热疹,扇伤,或者轻微的头晕,免色潮空,口渴,大汗,法力等,重症中暑包括热静瓦,热山结合热射病,出上树症状来,还出现昏倒,静瓦,或皮肤翻到无汗,体温在40度以上,核心体温达41度虚运后严重不良的指征,体温超过40度的严重中, 树病死率为41.7%,若超过42度,病死率为81.3% 1.清凉油,可以用于树症引起的头痛,头昏,需要时可以适量吐于太阳穴,以此缓解头痛,头昏症状 2.或将蒸汽水,门庆术解表,适用于树叶,穴穴穴,穴穴穴所致的头昏,恶心,呕吐,腹泻等症状,通常一次5-10毫升,一日两次口服使用,用时需要匀,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,或将蒸汽水中40-50%的益存,不要后不得驾驶,不得从事高空作业,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研究器, 3.持滴水,能够清除淡汗,适用于中暑所缺的头昏,恶心,呕吐,胸闷,腹泻等症状,通常一次2-5毫升口服,但是注意的是孕妇绩服,但要注意的是,这些产品式的味觉,口腔的刺激,这并不是真的让人晾下来,所以并不能帮人脱离高温,而且一支才那么点亮,对补盐补水的效果可以忽略不计, 所以中暑之后,不能完全依靠药片解决,在中暑初期,阴血速到通风医疗的地方,平拨并解开衣口,头部可捂上了毛巾,精度中暑可以为患者泼水,泼在皮肤上的水,蒸发较快,以增加降维的效率,或者用冷毛巾施附患者,如果可能将患者移到了有冷气设备的地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